1962年第四届亚运会挑水金牌获得者 我国怀疑女运动员魏玉兰 应病于2月29号21点零四分 在雅加达去世,享年80岁 魏玉兰是我国首位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在亚运会上挑水项目上赢得金牌的印尼运动员 2018年在雅加达举行的第十八届亚运会上开幕式上 魏玉兰担任火炬手 退休后魏玉兰一部分时间用于陪伴家人 一部分时间用于鼓励国内挑水运动员 2022年11月15号魏玉兰78岁生日时 女儿梅兰尼出了一本《魏玉兰传记》 作为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 当时在接受本泰记者采访时 魏玉兰表示 年轻一代尤其是运动员 要具备坚强的意志 才能让印尼在国际舞台上获得好成绩 此外还分享了他在金牌 捐给时任总统苏加诺时 苏加诺对自己捐出挑水金牌的感谢至亲 所说的那句话 谢谢你你把茉莉花放在了大地母亲的发迹里 魏玉兰的离世 让这个有六名儿媳 十三名孙子和一名曾孙 组成的大家庭感到悲伤 魏玉兰一提降于3月4日早上 九点火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